創新创业协会 我们创业创业 创业创业其实是一个提供给很多创业者 创业建议的平台 那小虎电东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踏入我们住商不动产 这个房仲产业的 我在97年 一直到现在15年了 15年了 你看不出来有这个年纪哦 保养得非常好 是因为每天都很快乐吗 对很快乐 卖房子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 对因为能帮人家成一个家 买到他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 而且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小虎电东我觉得蛮有趣的 之前大家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说台湾房地产非常热 那现在疫情已经稍微结束 在2024年 你对于房地产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 或者是它有什么样的前景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你们应该最想知道就是房价 我要跟你们说 回不去了 不要再想说会有一瓶 大家一个个位数这种事情 没有这件事 没有这种好事了吗 对 骂涨一颗也不可能回去15块了 好像也是 可是因为台湾人口结构的关系 人数越来越少 房价真的不会跌吗 应该这样讲好了 我们经过统计 就是说我们的人口数是降低 但是我们的户口数是增加 户口数反而是增加 对户口数增加 所以以前说什么三代同堂 大家要注意起这种事情 现在未来可能很少见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 一带一间 一带一间 甚至是一家子 两人一猫 或两人一狗 两人两小孩 所以大概单位数会落在2到4 是最常见 对 单人经济也是很复苏的吧 对 没错 所以像小爱我这种单身 然后带一只狗狗 或带一只猫咪的 也是主流啊 对 主流 我们我也在嘉义嘛 是 那我们快乐57团队 大概有多少的服务伙伴 我们现在大概40位 40位 有两家店 对 两家店 第一家店成立的时候 大概是多少人 第一家成立那时候 一开始大概7个人而已 7个人 对 现在这7位都还在 大部分还在 做房仲有什么样一定的特质吗 特质哦 我觉得热情是很重要的 热情 那你应该说你完成了这个东西 不只是一件买卖 我觉得里面有更多的故事 跟一些更不一样的东西 是买卖一个单纯的一个物品 没办法去获得的 有时候可能就是说分家 是 甚至是他可能遇到一些经济问题 他急于脱手 是 甚至有更多的可能离婚啊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 需要资产重整 对 你常常去遇到状况 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你每一个案件都是一件故事 你卖每一间房子都是一个故事 那你也是从一个人个人的业务开始做 做到现在有团队对不对 你觉得他中间最大的落差是什么 最大的落差哦 我觉得房仲业就是说 有点算是在经营个人品牌的概念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是有一个店头的时候 我们会更去注重就是团队的每一个人 是不是有去做到他该做的事 是不是有去完成人家的所受托的事情 我会很忙就是我们常常在盯这些东西 我觉得一间房子 这是人生中的一个大事情 我们不能马虎 我们很注重这件事 所以我比较忙了一点 就是说我们会去盯紧同仁 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 去帮人家把这个案子 去把这个case处理好 真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 因为像很多人都说 卖房子自己卖就好啦 为什么会需要专业经理人 去帮我处理这件事 其实专业还是有专业的利害之处 是不是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他自己卖 跟委托给 就是像这样的专业房仲经理人 有什么样的区别 区别在就是说 好啦 以自售来讲 你也会觉得说 卖一个房子很简单 早期上遇到说 自售一直问一堆问题 是 那我要说那遇到什么问题 好 第一个 怎么卖 怎么卖 卖给谁 卖给谁 怎么带看 怎么带看 对不对 之后卖完会产生什么费用 那我今天来买的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买家 是 那以现在目前来讲 可能诈骗集团比较多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遇到一些 自售的屋主被诈骗集团骗 哦 为什么 因为他不懂 是 那为什么很多诈骗集团 他来到公司 他会被我们挡掉 甚至我们觉得不行 我们就觉得怪怪的人 我们就会把他踢掉了 因为其实有 应该这样讲好了 在那边有很多 房地人就是一个很大金额的东西 没错 你看之前在台北有发生一些假带书 假带书真过户 假带书但是真过户 这么惊人 对 就是这种案例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说那么贵重的一个案件 为什么你要这么轻易的丢给一个你们不懂的人 甚至一个不专业的人士去处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选择 真的 所以其实找专业的经理人去帮你把你的资产顾好 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其实现在房屋专业经理人这件事 其实跟过去也很不一样了 像小油电动你一定有带很多的客人跟着你赚到蛮多钱的吧 对 所以其实那个市场上的浮动跟波动 应该也蛮多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应该这样讲好了 一个我觉得专业的仲介人员 他应该会变成是你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理财的一个顾问 是 就是说这个房子到底在什么时间点他应该卖 什么时间点他应该卖 甚至说这个时间点不卖不买都不行 那你就把它先做出租 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弹性的一个选择 甚至说你不想出租那我们就先闲置也都可以 等到一个好的时间点我们也会去鼓励说 这个时间点可以卖了 所以其实人生当中除了需要医师 认识医师律师会计师 现在还要多一个就是房屋专业经理人 对 没错 可能你很需要 人生大事交给我们 对 真的很有趣 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珠三不动产 我们的故宫南院店 然后房屋到我们的店东 我们的小屋店东 小屋店东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 做房仲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压力其实蛮大的 因为你拿着的是很多人一辈子的钱 对 没错 所有的钱都交付给你了 那如果是他是新的伙伴他想要来不管是来选择团队 或者是他想要自己成为就是经理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们吗 建议有其实我觉得选择一个对的公司有一个对的方向跟对的人的带领 我觉得很重要 对啊 就是说你的火车头 这个火车头是走向台北还是走向屏东 如果你想要去台北你就不能往屏东那一班车去 是 对 所以要坐对车 真的耶 蛮有趣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像你服务过这么这么多的客户 一定是有那种就是他可能本来想要买A产品 买到最后买成B产品的 这样的人是算多的吗 蛮多的 真的哦 蛮多的 其实到你们这边也是会先经过一个咨询的过程吧 对 就是你会先跟他了解说你的产品品项或是你的需求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媒合的过程 对 哇 那真的是店家数要够多 然后未来的目标也要蛮明确的 没错 这是一个也是蛮靠团队的一个工作 一间房子给一个人卖 跟50个人卖 跟100个人卖 其实时间点一定会有差 一个业务带一组客户就好了 其实这个增加这个房子卖掉的机会就更增加更多 是 今天的最后一组问题呢 我想要请教小柚电东关于带团队这件事情 因为从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冲 到现在这么多四五十个人跟着你冲 然后那个心境上一定不太一样 那除此之外你每天在鼓励他们的 你有某什么样的心法 是你在管理他们的 让你觉得这个团队我要把它带的非常好的方式 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学习 就连我们做仲介也一样 你不能说等你学好了你才要来做 而是你要先边做边学习 边做边学习 对你要边做边学习 另外就是富不学富不长穷不学穷不尽 所以就是学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今天很开心哦 要请到我们小吴电东 吴宗汉电东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所有朋友做分享 最后如果我们现在镜头前面有一些想要创业的朋友 我们小吴电东你可以提供他什么样的合作服务呢 一起加入团队来挑战吧 而且小吴电东的团队很可爱哦 他叫做快乐五七团队 五七是什么意思呢 五七 非常感谢今天邀请到我们小吴电东来跟所有的好朋友做分享 我们非常期待在嘉义 我们住上是除了委托给小吴电东之外 就是全台的业务都会服务吗 对我们都是连卖的 连卖的 对就是全台都可以连卖 所以说你有外线车的房子也可以委托给我 我们一样能帮你处理 对然后也会有指派给专门的服务的伙伴 然后一起来把你的房子最快速的方法卖出去好吗 好今天很谢谢我们小吴电东 然后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继续邀请您 谢谢 好谢谢